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5月31号开始财富翻倍,财源滚滚而来的生肖,属羊人,属羊的人心态比较平和,做事目标明确,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,属羊人责任心强,勤劳努力,最主要是心地善良,不坑蒙拐骗,踏踏实实干事,本本愤愤做人, 所以一般情况下,运势还是不错的,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和不顺,在5月31日后属羊人,更适合舍小取大,愁准时机,获得财富,并且在属羊人的不断努力拼搏下,下个月很有可能达到目标,实现梦想,生肖龙,生肖龙的人天生具有领导风范,而且他们非常的坚持,做事情不会半途而废, 所以他们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人,5月31日后属龙的人,迎来了急性降临,遇到的困境,都会有身边的贵人帮他们度过, 在事业上会有长足的进步,财富翻倍,财源滚滚而来,属牛人,属牛的人在5月31日后,生活称心如意,人员极佳,有许多聚会娱乐活动,收获满满,财运事业红火,近账丰厚,感情甜蜜幸福,有许多意外惊喜,总之下月属牛人喜事好运不断, 神采飞扬,在感情方面有很大的突破,另外不仅6月桃花运旺盛,还会连带着财运高升,在桃花星,带来的好意信源的帮助下,身边的人脉也慢慢增多, 从而在事业上也会得到朋友相助,属狗人,属狗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,在金钱上慷慨大方,在为人上可靠善良,朋友有帮助绝不会推三走四,还常常有悲悯情怀,非常乐意帮助弱小,因此当他有事时,朋友也会挺身而出, 5月31日后,属狗人福报会越来越多,运势也会越来越好,在急性的陪伴下,做什么都会顺风顺水,运气简直好到爆,以前不敢做的,或者做起来小心翼翼的事情,只要放手去做,都会取得很大突破,且多做多成,生肖猴,属猴的人聪明机灵,坚毅果敢, 5月31日运气好,采了狗屎运,有一大笔横财向你砸来,钞票如雨,能富甲一方,在职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升迁加薪的机会不少,生意上取得突破进展,财运水涨船高,财富收益可观,存款不断飙升,喜笑颜开,生肖蛇,生肖属蛇的朋友贵气十足, 5月31日开始事业飞黄腾达,没运一去不复返,好运势不可当,单身的鼠蛇人会遇到一段好姻缘,不如婚姻的殿堂,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,都能收获满满,注定荣华富贵,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,坐在家都有钱数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5月31日财运大望的七个生肖,生肖羊,生肖羊今日财运也非常好,可以说凭借自己的能力,带来丰富的财源,可以多利用目前绝佳财运的磁场,当然保持良好的心态,这样尽才更顺利哦,生肖羊今日事业很好,有贵人相助, 所以如果能够善用此机会,工作上可以更上一层楼,所以,不妨跟上司,谈谈你的想法和工作心得,或许得到认同,就得到提罢了呢,生肖羊今日爱情运非常好,单身的朋友可以展现自己的魅力,去吸引异性的目光,而有情人的人,事实表现下自己的爱意,让双方感情更好,生肖兔, 生肖兔今日财运家,要想尽财多,自己态度要主动,不能有违米情绪,充满活力的样子,财运才会离你越来越近,生肖兔今日事业运不错,工作上的表现,容易得到上司的表扬,不过可能受别人牵连,记得保持中立态度,别乱附和,这样才能稳住事业运, 生肖兔今日爱情运很好,单身的你,你喜欢的异性,对方可能也正好喜欢你哦,不妨主动一点,勇敢地去突破那一层暧昧关系,让感情露出曙光来,生肖蛇,生肖蛇今日事业运挺好,贵人相助,工作上有人提携, 建议在领导前面,要表现得积极点,这样可能有机会参与大案子,对近生很有帮助哦,生肖蛇今日财运比较好,近财稳定,当然也没有突如其来之财,建议你无法开源的话,那就节流,在节流上多下功夫,这样才不会落入负债窘境,生肖狗,生肖狗今日财运非常好,敏感的态度, 让你在投资方面准确度极高,也带来丰厚的利润,建议好好把握机会,这样才能有丰富的进展,生肖狗今日事业运很好,工作重表现得相当抢眼,而你也得到你想要的权威,成就感爆满,值得提醒的是,努力工作同时,也要照顾好自己身体,这样才能出现双赢局面,生肖树,生肖树今日财运不错, 可以说喜悠参办,有尽财机会,但也会因为,应酬之类而花去不少钱,因此要懂得守财,做好理财规划,减少不必要的开销,生肖牛,生肖牛今日财运上升,可以说是慢慢进入佳境,也适合投资,购物,因此想要置业的朋友,可以多看看广告,找找机会,说不定有不错的收获呢, 生肖虎,生肖虎今日财运很好,有尽财的机会,贵人相助,因此要懂得把握机会,千万别错过,工作上只要保持好的态度,很有可能加薪,值得提醒的是, 注意避免一些不必要开销,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